如果你刚刚做错的话没关系 你就是Ctrl-Auto-Z就好了 复原就可以了 Ctrl-Auto-Z 然后这个可以把它放大 这边缘反正就是 记得先用什么 先用这个磁性工具 先把它绕一圈 最后点两下结束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套锁 不过利用套锁都记得 关键的地方 这边记得 一定要把它改成增加的模式 因为如果你用预设模式 你原来的选举区就不见了 像刚刚好像有同学露点了 就整个原来的那个身体的选举区 就会消失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都是细节 但是你多做几次 理解其实不用背 就会熟悉了 以后你不论做什么样的去背 的动作都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我们几乎把 整个去背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都跟各位讲 所以以后反正你只要遇到 要处理去背的事情的话 我想应该会更得心应手了 再来就是说多多练习 你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去背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图做好之后的话 再把它Ctrl-C Ctrl-V丢过来 好啊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个蝴蝶 不过呢这个蝴蝶丢过来之后的话 题目里面还有哪一些需要我们做的 首先刚刚只有去背 做到这里而已 去背并置入 这个也是206了 把它变206 然后呢执行影像翻转 影像的水平翻转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要旋转 负15度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增加阴影的效果 结果呢 参考跟原始档结果一样 OK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动作呢 三个动作 那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 如何水平翻转 水平翻转 应该了解了 那水平翻转 其实你只要找到功能就可以做出来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图层 那怎么做水平翻转 在编辑里面 里面你可以找一下 如果之前有在变形里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Ctrl T是任意变形的 那如果你要变形 下面有一个 有没有 其中有个功能就叫什么 水平翻转 有没有看到 这里 有没有 你要水平垂直啊 各种翻转这边都有 所以你把它点下去 OK 好 第一个我们已经做出那个水平翻转的效果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题目要我们做第二个就是旋转 附属度 旋转 那怎么旋转呢 其实就是Ctrl T 任意变形还记得吧 我前面讲过这个指令非常重要 所以Ctrl按住再按T Ctrl T里面各位看到有没有 Ctrl T 这边有没有 零度 那我可以怎么样 改成 负15度 负15 有没有发现 负15度 记得最后呢 打勾一下 OK 好 这个时候就负15度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完成档 有没有 角度几乎一样 但是位置不同 怎么办 移动它 移到这里 位置对不对 好像它在上去一点点 往上 OK 向上 可以按那个向上键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完成了第二个动作 再来的话呢 设定什么 阴影效果 阴影效果 而且要跟完成档一样 那阴影怎么加 特别说 阴影请你在那个 这个图层上面 这个图层 快点两下 这个图层快点两下 它会跳出一个叫图层样式 或者是你可以从哪里呢 图层里面也有图层样式 这边也有图层样式 有一个混合选项 这边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直接从哪里呢 从这边点 会比较快 增加什么呢 阴影 有没有发现阴影 阴影出现了 有没有 可是问题是 完成的档案 它的阴影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个 改成什么呢 阴影 点它一下 阴影 该成白色 OK 有没有 这边移到这边 255 25 25 按个确定 再来怎么样 这边有个展开 尺寸 跟这边一弹 刚刚改过 改成正常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效果出不来 正常 有没有发现 没有 没有 有 有 至于多少 印象中 大概555 然后这个大概20 OK 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要做的效果 所以三个动作 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这个没有问题吧 按确定 完成 所以特别是用 我刚刚主要做几个动作 分别就是 水平翻转 这个是在变形 然后这个是 Ctrl T 这个是在 这个图层上 快点两下 点击阴影 记得 要先把这个 先改回正常 OK 那画面先画面 试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说呢 把刚刚那一张图 就是蝴蝶 缩小 反正 缩小 特别叫 缩小 90 至于右下角 那实际上 就是在把它做 水平翻转吧 它好像也要一个 水平翻转 所以把这一张图 缩小 然后再 放到右下 右下角 然后设定 强烈的光源 所以 这地方该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就把 刚刚这一张 就这一张 然后做什么呢 再复制一个图层 所以这边有一个 按右键 你可以把这一张 这个图层怎么样 再复制一个 所以有一个复制图层 复制图层的话 也许叫 看图层5好了 放上面 那这个图层的话 你可以移动它 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动过来 不过它一定是什么 首先Ctrl加T 把它缩小成90% 这个锁起来 90% 这个前面都有做过了 然后呢 再把它打勾 打勾完之后呢 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做编辑 水平翻转 因为它一定是水平翻转 OK 基本上就是 看到这一只蝴蝶吧 所以位置的话 是放在这边 记得就是说呢 再把它点两下 更正一下 这边有个正常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强烈光源 各位可以找一下 强烈光源 在这里 点击它 强烈光源 有没有 这一只蝴蝶就出现了 OK 大概这样 其实就是缩小 水平翻转 强烈光源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什么呢 应该是蝴蝶 希望把它做出来像这样的蝴蝶 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点难度的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题目这边有讲到 就是说呢 要把什么呢 先把这一张图 先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上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并且设定什么 涂成内阴影等等的 我想各位先把题目稍微 这个是做黄色的 然后再扩张三个 后面加上一个白色 来画面的蝴蝶 这边的是怎么做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它其实是原来的颜色 要把它改成黄色的 然后呢 背后的话呢 会有一个底色 底色的话就是 比上面还要大 外框要大三个像素的 一个白色的一个底色 那做完之后 搬过来就OK 不过它还要加上一个内阴影 内阴影的话看到了 边边就有个像有阴影 阴影又分外阴影跟内阴影 刚刚是外面的阴影 那它要做一个内阴影的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难度有点比较复杂一点点 首先的话 我们会需要有两个涂层 一个涂层呢 是上面的 就是上面的黄色字的涂层 另外一个涂层的话 所以请你把这个涂层复制一下 那这个涂层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下涂层 名称的话自己可以取的 下涂层 那这个涂层的话呢 是白色的 OK 那所以会有两个涂层 然后把它搬到下面 这个是下面的 这个是上面的 那我们先针对什么 先针对上面的涂层 先做 那首先我要把它换颜色 那怎么样选取它最快 其实选取它的话 前面有讲过啦 其实这一题 你可以用魔术棒工具选 有没有 魔术棒嘛 怎么选呢 其实魔术棒同样颜色最快 点选它对不对 大家加 这边有增加模式 再选这边 再选这边 整个选墙 有没有 选完再填颜色 那除了这个 不过这个还要点好几次啦 其实最快的方法 是用那个宋春那时候 讲的那个方法 还记得吗 如果我忘记的话 请各位回去看 我把它取消选取 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按右键 选取像素 所谓选取像素 就是选黑色的地方 这个方法最快 所以其实选取有很多招了 一下就OK了 所以将来当然方法很多 你可以找一个 你觉得最快的方法 那做什么呢 填入颜色 编辑里面有个填满 填满什么颜色呢 这边有个颜色 题目里面要我们填入什么呢 RGB252032 实际上就是这个颜色啦 就是黄色 205 252032 OK按个确定 那把这个颜色怎么样 填上去 好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这个指的是上面的涂层 上面的涂层做完之后 那再来的话 我们 不过上涂层呢 做完之后再做内阴影 所以内阴影的话 请你把这个内阴影 怎么做内阴影 还记得吧 点它两下 这边会有个什么呢 阴影 对不对 那请你看到不是阴影 它是内阴影 所以你看到内阴影这个效果 特别注意 将来考试的话呢 请你把内阴影打勾 按确定 就有分数了 至于说你要不要调的一模一样 那你自己再去看一下 它可能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阴影的角度 阴影的多跟少 不过这个可能要调蛮久的 我们按确定就好了 好 第一个呢 我的上面这个图做完了 再来的话 我要做下面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请你再把选举区 怎么样 取消选举 OK 好 上面的部分做出来了 就有点像上面这一块 可是后面呢 会有一个白色的区块 它会比上面的 还要多三个像素 那我怎么把它多三个像素 特别是要 接下来请你把下面这个图层选取 刚刚不是先复制一个 然后呢 我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选它之后 一样 把那个 不过刚刚那个取消选取 取消选取 Ctrl-Z以下 Ctrl-Z以下 维持这个选取区 因为就不用再选了 直接点 不过你可能要点下面这个图层 那我希望针对这下面的图层做什么呢 把它扩大三个像素 选取区扩大 所以扩大怎么扩大 选取区 里面有没有一个修改 修改里面有没有一个扩张 其实就从这边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选的范围 希望能够再增加 往外增加三个像素 那你可以让它扩张 三个像素 输入三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你的外面 你的那个选取区 就向外扩张 但是呢 我希望填入了什么呢 这个眼睛闭起来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颜色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白色的 OK 所以最后记得 这个地方 把它编辑 填满 什么呢 颜色的话呢 就是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 把它填满 填满的话呢 它只会填满 这个选取区域 所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刚刚复制那个黑色字 就变成白色的 OK 那这个时候呢 请你把选取区就可以取消了 所以取消这个选取区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背景是白色的 所以你最后如果要看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背景怎么样 改个颜色 改什么颜色呢 干脆改黑色算了 OK 前提记得 是把背景 不过这个是最后在做的 你没做这个东西也没关系 我只是要让各位看到这个效果 背景不一定要改黑的 因为我只是 效果有出来 不然你如果背景是白的 你可能看不出那个效果 做完了对不对 所以请你把刚刚这两个图层 怎么样呢 连结起来 这个 按Shift键 这两个按右键 怎么样 把它先连结 这连结前面好像宋春也做过吧 有类似的动作 如果忘记的话 回去看一下102 然后呢 按右键 再把它复制图层到哪里呢 206 按确定 206 出来的呀 所以你把这个移一下 那移到哪里呢 移到就是完成档 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蝴蝶翻过了 OK 好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应该都记得了吧 OK 好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因为刚刚这一题真的比较难 一 请你先什么 复制 把原来的图层复制一个 叫做下图层 刮火白色 二的话呢 先处理上面这个 那用什么呢 选取像素最快 选起来之后呢 填一个颜色 并且加上 内阴影 再处理下图层 扩张 选取里面呢 有一个 就是修改里面有一个扩张 三个像素 填白色 就OK了 把两个图层连接 移过去 这一题就完成了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 这个 那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将来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那个文字 因为你图里面难免需要文字 那你就是自己找什么 华康的什么 像刚刚这好像是华康的什么 特殊的字型吧 哪一个什么 历书题吧 之类的 然后你就是 打完字之后 可以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